當然我的敘述一定是先產生一個亂數 然後再畫有英帽號 這樣就OK了 畫有英帽號下面一行的話 固定就是說讓它輸入什麼資料 然後輸入完之後再做邏輯判斷 反正你判斷很複雜也沒關係啦 像這邊有三種有沒有 一個是G比RND小 然後G大於RND 另外一個是等於 等於就猜對 所以記得最後一定要把猜對的地方 加上一個BREAK 這個最重要的地方一定要加一個BREAK 跳離喔 因為如果你沒有加一個BREAK的話 它就真的是無窮迴圈 就永遠跳不出來 變成說它一直讓你猜一直猜 猜對了如果你忘了加這個BREAK 它還是繼續讓你猜 還是叫你輸入 那就不對了 OK 所以這個地方比較特別的就是說 你需要記得一個敘述叫BREAK 這個BREAK很重要 我覺得將來滿常會用到 就是強制讓一個程式的敘述跳離的話 那就會用一個BREAK 比如說你到這邊的時候 比如說像我們哪個地方 比如說我們只能猜三次對不對 那像這個是猜對的跳離嘛 可是如果你希望能夠只猜三次就跳離的話 那一樣你也可以在這邊加一個BREAK 有沒有 三次的做BREAK 所以接下來如果我希望呢 限制只能猜三次的話 那我剛剛有提到 如果要把剛剛的程式做修改的話 有兩種方法 不過最好啦 你可以自己改出來是最好的 第一種方法是什麼呢 因為呢 只能猜三次的話 那有次數的限制嘛 那次數限制我前面講過 FOR迴圈好像比較適合 因為FOR迴圈的話呢 剛好就是跑一定的範圍的次數啦 所以如果假設呢 我希望可以讓他只猜三次 就離開了 不能再猜了 那程式應該有沒有修改 第一個的話呢 特別注意哦 這個地方下雨 有沒有 就是把 畫耳音冒號改成什麼 把它改成FORI 欸 次數哦 所以哦 如果第一個啦 我把這個地方加一個Ctrl-E 把它註結起來 然後呢 也就是把迴圈改成FOR 那這邊就是什麼 FORI IN RANCH 跟他講次數 刮弧 然後呢 讓他跑1、2、3 4就離開了 所以1、0、4 有沒有 然後後面加一個冒號 欸 他就會怎麼樣呢 跑第一次輸入錯了 第二次錯了 第三次錯了 有沒有 啊錯的話呢 那他就直接BREAK離開了 OK哦 但是這樣的寫法啦 其實我只有改第一個 把畫耳音冒號改成FOR 一個範圍 OK哦 但是呢 這樣的一個敘述有一個缺點 就是呢 他跑完之後的話 我現在先RUN一下 給各位看 執行一下哦 有沒有 然後呢 假設我隨便猜10好了 太低高一點 那我11 哎呀 我盡量不要猜對哦 我一樣猜10哦 然後兩次對不對哦 三次 三次ENTER還是錯嘛 他會怎麼樣 哎 等於是 他又讓我再猜 第四次 我看一下 第四次 沒有 他怎麼沒有離開哦 我看一下 FOR IN RANGE INPUT 這個地方的話呢 跑第一次有沒有 錯 哦 假設老 第二次也錯 那第三次的話 還是錯的話 他就離開了 不過啦 這樣 當然他最後也是跑三次沒錯 只是說呢 這樣的一個敘述 感覺有點不太貼心 為什麼 因為他就結束了 結束之後 好像什麼事 也都不提醒你一下 至少你要跟他講說 你猜了三次哦 結果你三次都沒猜中 OK 所以不能再繼續猜 這樣的敘述 然後最好的話 當然更貼心一點 就是 答案為什麼 直接跟他講 你的那個亂數是什麼 那當然是更好 所以啦 如果假設 你希望就是說呢 給他一些比較 貼心一點的敘述的話 那怎麼做 當然啦 我們可以在這個邏輯 判斷裡面 再多增加一個敘述 什麼敘述 我直接把這個if加一個er 在這個上方的話 再增加一個if 就是再增加一個邏輯判斷 如果呢 什麼情況是 猜第三次 當i什麼 i等於3 如果i等於3的話 那理論上有沒有 他跑第一次嘛 跑第二次 第三次的話 理論上i就等於3 OK 而且沒猜對 而且的話是and 沒有猜對的話呢 沒有猜對的話呢 那就什麼 g不等於 有沒有rnd 如果你猜了3次 而且沒有猜對的話 OK 那我做什麼呢 我就在底下print一下 讓你知道一下 print跟他講一下 你已經猜3次了 而且沒猜對 然後我順便把答案告訴你好了 記得喔 後面還要再加一個 不用break 因為他已經3次了 所以就直接離開了 所以這裡的話呢 底下這個敘述比較長 所以我直接拿這邊好了 OK 有沒有 如果 如果第三次嘛 i等於3 而且沒猜對的話 那我就直接print了什麼呢 答錯了 只能猜3次 答案為 那我就直接把什麼 rnd放在後面 我不是用串接的 我直接用加個豆點 比較簡單 如果你用加號的話 你後面要轉型 我比較簡單一點 我加個豆點 答案為什麼 這樣子 就比較貼心啦 當然如果你不加這個 其實程式當然一樣照跑 沒有錯誤 可是呢 如果你加了這個之後的話呢 感覺會讓使用者 比較貼心一點 這邊有錯誤訊息 有沒有 違法錯誤 所以呢 再來我們來看一下 這樣程式寫完了 如果 i等於3 而且 g不等於rnd的話 那跟他敘述一下 我要執行一下 那我就先猜一下 三次 第一 還是10 三個都是10 有沒有 最後一次的話 一次兩次 三次的 所以他會跳這個邏輯 是不是第三次 是第三次了 所以呢 而且沒猜對嘛 所以這個邏輯為true的時候 他就執行這邊 答錯了 只能猜三次 答案為8 OK 不過說真的要猜三次 就猜對真的很困難 我試一下 10 Enter 欸 這是運氣 10 10就對了 再執行一次 10 所以猜三次就對的話 其實還有運氣成分 太低了 高一點 所以應該猜15 應該11到20 太低了 所以現在只剩下最後一次機會 所以16到20 猜19好了 答錯了 18才對 OK 所以要能夠三次就猜對的話 真的蠻難的 當然你也可以說 老師那太難了 我降一點 4次 4次 OK 那你4次怎麼改 那簡單嘛 把這個 對 把這個改成5就好了 然後這個改成4就好了 只能猜4次 答案為多少 欸這樣會比較寬一點 OK OK 所以我大概總結一下 剛剛如果要讓他改成 只能猜3次的話 第一個我改哪裡 把這個file1冒號呢 改成4i 有沒有 in range 給他範圍 然後呢 貼心一點的話 再增加一個邏輯判斷 就是當猜的次數是第三次 而且不等於的話 就給他一個提示 並且把答案敘述出來 OK 試一下這個地方 那我一樣有把那個 剛剛的這段程式 其實在雲端白板上也有 在這個地方 方法1的地方 那不過啦 可能也有同學說 老師那如果假設我不想用貨回圈 那我如果要用原來的貨回圈來寫 也沒有辦法 當然可以啊 寫的方法其實就是 必須要增加一個變數 那個變數的話呢 變成說你要去加1 有沒有 比如說你猜一次就加1 猜一次再加1 加1之後有沒有 第一次就1嘛 第二次就2 第三次3了 那如果他這個變數裡面的值 已經是3的話 那我就跳離就break了 所以其實這個地方的話 也不難寫 就是怎麼樣呢 第一個啦 如果假設我不要用4回圈的話 那我可以看到 這個地方我就把它改回來 畫我一帽 你說老師我一定 所以啦 有的人習慣用那個 就是用快回圈寫 那這個地方當然你需要一個變數 這個變數的話呢 我直接打在快回圈的上方 加一個c等於0好了 那這個c等於0它的作用 基本上就是用來做什麼呢 做這個加1的動作 所以加了這個 不過這個有點像之前我們講 那個把4回圈改快回圈有點類似 這個加一個c 然後c的話呢 直接在最下面這一行 c等於c加1 意思就是說呢 你猜一次我幫他加1 猜一次再加1 然後呢底下一個邏輯判斷 如果c的值等於3的話 冒號 做什麼呢 把剛剛這個地方搬下來 所以剛剛這個喔 把這個print有沒有 把它搬到下方 那這個去數的話拿掉 改回來 其實這個就把它改回來就對了 這個地方不動 然後呢 就是當這個c 它只要跑一次之後 加1 加1 所以第三次了對不對 然後呢 就quing的結果跟他講說 答錯了只能猜3次 答案為什麼呢 另外還有一個很重要的地方 就是呢 因為不能再猜了 所以呢 你這個回圈一定要強迫讓它離開 所以如果要強迫讓它離開的話 那記得怎麼樣 在底下加什麼 加一個break 所以把上面這個break 複製下來就好了 好 程式寫完了 那這個是方法2啦 有沒有 其實這樣的寫法就是多增加一個c等於0 中間這個部分不變喔 然後底下就是c等於c加1 再底下做一個邏輯判斷 OK 兩個方法 哪個方法簡單呢 看起來好像 剛剛的比較短一點 可是實際上 如果以那個比較直覺的 這個會比較直覺一點 為什麼 因為反正呢 我們只要數量 加1加1加1 三次了有沒有 所以如果它已經三次了就離開了 這樣感覺比較直覺 不過啦 這個都提供給各位參考 所以有兩個方法 方法1跟方法2 我都有把它放在原裝白板上面的 第29頁 這是方法1 用縫迴圈來寫 方法2的話呢 就是在原來的快迴圈之下 上面增加一個c 底下的話呢 讓它加1 然後去判斷 這裡的話 判斷是它是不是等於 等於 所以這邊一樣 是不是等於3 如果是3的話呢 那就是一樣 就把結果print OK 試試看